在吉安有一群单亲的爸妈 靠着不输人的勇气 种植多样的有机蔬果 撑起家中的经济 但近期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有许多通路都停止向他们采购蔬果 没有了收入 生活是相当吃紧 但近期却是到了红梨的采收期 面对人手不足 他们决定开放民众一同来到农场 体验田间的采摘乐趣 江湘福星七街上 花田喜事的这片美丽红梨田 近期陆续到了采收期 特别开放民众可以进圆体验采收乐趣 不少民众也都带着小朋友一同来到现场 拿着剪刀跨进田间 把熟成的红梨一一采收下来 好 等一下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一角度一个一个来 好 您拿着 张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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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边来 一的手在这边 这边 这边剪 我觉得这对小孩子认识这些 就是农产品吧 对啊 然后我们这种 说实在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啊 它是说来体验一下 给它有点像那个做那个农夫的那种感觉 觉得因为我还没有看过新鲜的红梨 所以觉得蛮特别很漂亮 花田喜事有进农场执行长徐言花 双手不断搓楼塞到半干的红梨水 取下一颗颗红色的穀物 并且一边向前来体验采摘的民众讲解红梨的处理工序 让大小朋友都可以对红梨有更多的认识 搓搓搓 搓 搓 再去搓下来 搓下来 然后里面不是有白白的 这个就是变成这个 看 那我们的人手根本就不够 而且我们种植的是大面积 所以呢有很多好心的朋友就说 号召 号召大家来体验 那又可以帮助到我们 又可以让他们了解到农事 彩虹里的那个快乐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延烧 不仅是影响到观光业者 在地农作更是受到严重冲击 因为这样子冠状病毒的情形 让我们的收入也减少了 因为没有顾客餐厅就没有办法继续营业 那他们没有办法继续营业 就不会跟我们订购我们的红梨 我们的作物 所以呢相对的 我们的在经济上就减少很多收入 那造成我们淡妻妈妈的经济 真的是很吃紧 那现在呢 我们也很想要 要有公部门的那个资源 但是因为要成立一个协会 真的也需要一笔资金 但是对我们淡妻妈妈来讲是 没有办法负担的 怎么说呢 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资源 但是真的很无力感 而这项采摘红梨的活动会一直到下礼拜周末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脸书搜寻 花天喜事有机农场粉丝专页 进一步了解详细的活动内容 而资讯长徐妍花也欢迎乡亲 可以西家带卷一同前来认识红梨 也体验采摘的乐趣 记者徐立芹 吉安香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